新生活提案 竟在生命电视台 竟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万塔之国缅甸共生慈悲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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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行囊再度启程 沿途歇脚的当下 也不忘慈悲结缘 沿途选购了上等的袈装 其各种勇竟与点栏目 共僧良机 小小尼僧们 在莲色僧服的衬托下 有黑肤色 更显南传佛教 延迟托拨 与过午不时的戒律庄严 在半阴的祝福下 姑尼教寺院的比丘尼千众 依序前来应供 在阿尼的清亮泛音声中 众人一一献拱袈裟与趁金 愿众僧修行克证如来地 趁金供养之后 给度孤狄法师 与院内比丘尼代表 接受海涛大和尚 与等法团队 供袈裟 医药及日常用品等供养 供养仪式中 大和尚送持六字大名咒等慈悲咒语 为众等加持祝福 同时也将供养功德 为师法界有情众生 祈愿往生者 离苦得乐 往生极乐净土 现世者 消灾免难 身心安康 共振菩提 午后前往马哈摩尼寺院参访 树棉海在佛子们虔诚的贴金供养中 佛像今身已然逐渐俊拱 显现背极庄严的法相 当下 佛子们入境随俗 墓首 象征三叶清静后 曲缅甸当地特有的黄香炼墓 竭尽所能地 磨出香木浆 作为涂香供佛 来表达对诸佛菩萨的恭敬供养 一日一早 金多宴慈善会的牌楼前 迎请者手捧戒定真相 恭候着海涛大和尚的历临 当天的慈悲讲座 大和尚以大乘佛教的修行法要 为与会众等慈悲开始 要感谢我们金多宴 大法师慈悲 护法慈悲 让我们有机会 一起来修行佛法 修行佛法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自己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第二个目的呢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像我们父母一样 也能够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的修行方法 那我们叫 解脱道 也就是各位在缅甸的 南传佛教 修行的方法 打坐 断除 贪嗔痴 脱离 轮回 这个叫解脱道 第二个 就是观音菩萨的 那一家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圆满无碍 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就 学观音菩萨 讲座中 和尚透过 种种慈悲法门 并为众人讲解 大乘佛教 普度众生的心法概要 菩萨大 大乘佛教 有什么叫大 大就是说 众生都是我关心的 我要让所有众生 都离苦都成佛 那我这样再拜观音菩萨 大乘佛 但是虽然我们讲 大乘佛教 各位觉得不能够离开 持戒不失 人天福报 第二个 有解脱的心 就是解脱道 就是你要有阿罗汉的心态 有空性的心态 你要有这个心态 那做很多功德 却不执着 所有的功德跟不执着 为了帮助众生 那叫菩萨大 如果你每天只有打坐啊 修持悲心 却不去扫厕所 却不去布施 那你也不可能成佛 所以既然我们修行来 那各位要开始改变 孝述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骂人 不骗人 不骗人 不说是非 慷慨不失 午后来到波帕山顶 众人以各种蔬食美味 酥酪庙食 甘露庙香等 为慈悲诗食法会 虚然烟共 广失十方法界 慈悲的大和尚 领众慈悲照请 立来所有刀兵战役王魂 个人祖先 累劫累世冤亲债主 法界孤魂 六道亡名 前往法会现场 文法寿石 法会中 慈悲的大和尚 持咒诗水 慈心便随 冉冉烟共 及药共烟云 漫及虚空 遍布法界 祈愿有缘众生 随愿饱足 病苦罪障 息皆消除 在大和尚的慈悲 带领下 慈悲置业 众法师 众佛子 与当地众民 同心协力 参与诗食 直到燕共 渺如 昔云夜空 隔天一早 位于 多帕山间的 多帕寺院前 如我古月 震天驾降 宛如迎接一场 森林盛宴 遗憾 热闹非凡 佛子们 踏寻七百多街的高体 来到 多帕寺院 寺院内外 除了法相庄严 栩栩如生的佛像 及景色绚丽的壁画之外 森林里的动植物 更如同一幕幕 活生生的菩提名镜 置身其中 如临古代的历史场景一般 摄人身心 大和尚 持相照请 六道有缘众生后 随即带领众佛子 念向佛塔 念佛持咒 将甘露水泥 以变时咒 变化种种慈悲饮食受用 广施施方 末了 更透过众佛子的 布施观修 合力加持 愿众等所作布施 如须弥山 上供下施 六道有缘众生 西皆宝足 同享布施功德 华言精云 菩萨如大地 增长众生善根故 如大海 福德充满无尽故 如近日 智慧光明普照故 如虚拟 善根高出故 如明月 智光出现故 我同时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贫富落差极度悬殊 人民普遍赤贫的缅甸社会 同工率更是世界居高 所幸当地寺院、孤儿院等慈善单位 伸出元首收入 让缅甸数量庞大的孤儿们 尽可能不再流离失所 此行来到多塔亚育幼院 在这里透过佛法 苍天倾听了孩子们 不愿意的苦难与哀伤 这里就是我们缅甸南部 就是说下缅甸南部 那这个寺庙呢 是多塔亚寺庙育幼院 今天那就是我们就是 我们大师傅带领我们来到 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布施这些给孩子 就是108包米 那油、盐、面线种种 就是种种他们需要的 那也希望这些孩子 跟我们海盗大师傅接个善言 当天的关怀行动中 慈悲的大和尚抛砖引玉 捐款资助院童们的生活费用 随行佛子们也一一慷慨解囊 资助院童们饮食资用 护持行动中 除了金钱及物资捐助之外 海涛法师更领众颂持 药师佛心咒等各种慈悲咒语 为院童们慈悲加持 紧接着 玉佑院老师也带领孩子们 唱诵感恩回向祭 来表达对所有善行义举的赞叹与感谢 而在座的喇嘛上师们 除了慷慨解囊之外 更为孩子们暂惊回向 加持祝福 现场法师们与随行众人 并准备了分装好的果饼食物 玩具与结缘品和院童们结缘 孩子们虽然